淡水河河口一直以来都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然而因为都市化及工业化的影响 整个生态系渐渐受到破坏 早在民国55年 淡水河就因每逢暴雨淹慢而成为乌黑恶臭的台北黑水沟 当时台湾已由农业社会走入工商活动 经济的演变 产业的发展 除了畜牧废水 工业废水 也成为淡水河水质恶化的主因之一 而民众家庭生活所产生的民生污水 与沿岸垃圾掩埋场所产生的垃圾胜出水 也同步侵袭破坏者孕育台北城重要的水源的胜地 当时的台北市高玉树市长 眼见淡水河污染严重 影响附近外宾出入平凡的圆山饭店环境卫生 有损国家形象 于是开始重视台北市下水道的兴建 台湾的下水道 尤其是台北地区的下水道 大概是在民国五十年以前 曾经做过以台北市为范围的规划 但是到了民国五十五六年那个时候 那么吉隆河已经某一个程度的污染 那么很多的外宾常常到圆山大饭店 那边一些国际上的一个活动的聚会 这个时候因为常在圆山大饭店 闻到吉隆河的一个味道很难 那么这个时候就由美国 那宿舍卫生组组驻台的代表 他就提议 那是不是应该台湾向联合国国际发展组组 申请一些经费 来做一个水污染的改善 在民国五十七年底 五十八年初 经过核定提供补助 开始进行成立一个规划单位 那这个时候在那个行政院兼合会底下 成立一个台北区卫生下水道规划小组 那么联合国组组这方面 聘请了美国那个系列顾问公司 那么来进行那个协助 来主导进行淡水和整体一个环境 水环境污染一个改善跟规划 民国六十一年 为配合实际需要 台北市政府成立卫生下水道委员会 下设卫生下水道工程处 由刘文奎先生任处长 台北地区开始实施分流制下水道系统 污水区域性集中 至巴黎预先处理后 进行海洋放流计划 污水区域性集中 当时这个钱啊 就有四千万 有四千万的钱 有破过这个台北 其他有一半 就是有个省政府的 有一半台北市的 剛剛好這個王掌精 他因為來生後的受訓 經濟又去美國 都沒有人就幫我拉出來 用我出來 take over 這個事情 那我就根據他的指示 就帶著這個 Alexander 還有這個CTM這批人 就開會看看怎麼推動這個工作 那但是就在開封街 這個住度開封街那個 這個神政府那個住度會 住宿接一個地方辦公 就是開始是辦公 這個工作了 分別很多工作了 有譬如這個海洋環流的調查 水管管線的安插 以及護水下水道的龜羅 這個都是那個時候 這個開頭千萬萬數量都有 因為在台北來講 溫馨下水道是一張白紙 所以說當時這人力是永是永好 就不夠 這個資料也很缺乏 因為你這個台灣台北市來講 就沒有做一次沒有下水道的 所以有下水道就是污水都下水 共用的我們這個下雨來 這個水排了一個淫溝 白天這個家裡用的水呢 也排了淫溝 這個污水下水道都壓水 是噴在一起的 所以才開始就是這個問題 由於環境污染的快速產生於累積 而污水下水道建設又無法及時推動 淡水和污染也就日益嚴重 淡水油的污染整治 淡水油的污染整治是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是一個很值得回味的一個事件 淡水油的污染其實是整個 整個大台灣全部污染的一個縮影 那麼它的發生時間地點 剛好也就是在台灣全面走向環保時代的開始 萬華中民國70年開始以後 台灣經濟起飛 台灣經濟起飛以後 經濟狀況是非常之好 因為大家一切走向以經濟為主 產生非常多的後遺症 所以差不多民國70、45年以後 逐漸的環保問題發生 到民國75、76年的時候 我習慣上都會把這段時間 把它標明就是台灣的環保烽火時期 我的回憶裡面 就是環保署剛成立的時候 當時我還是空氣品質保護處的處長 為我們印象深刻是 當時的第一任的署長 簡佑欣先生 他要製作一個卡通影片 給小朋友們看 來建立環保的概念 他自己設計了一段故事 說外太空飛碟來到台灣地球上空的時候 看了一個跑道就把降落 結果一降落下去 沒想到是沉到水底去了 原來他是搞錯了 他把淡水河看成是跑道 他用這個來形容 淡水河當時是一個烏黑惡臭的一條河川 可以稱為是黑龍江 是非常污染嚴重的一個河段 美國七十六七年 為什麼會發展出今天台北市的這個系統 這個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在美國七十七八年 這個時候淡水污染相當嚴重 那麼我們那個時候基隆變成為黑龍江 那麼整個淡水有相當又黑又臭 高雄他在民國七十六年 高雄那個倫耐爾的整柱 也用街流方式把中洲污水處理場做完了 那麼倫耐爾馬上有一個改善 同時在韓國的漢江 街流的涉素屬漢江很快 要管持了幾年都達到一個程度的改善 那麼這個時候就有很多那個台北市民 那麼建議或者抗爭 要聯手反應 那麼來怎麼樣加速淡水有禮味污染的改善 因為做相當一步一步來 晚線要一步一步去接 這速度的相當的慢 那這時候環保署也成立了 那這時候環保署就開始那個負責起那個水污染改善的角色 下水道是一個徹底改善 但是水污染另外一個方向來配合 更由於時任行政院考博車院長 瞭解及解決行政官僚運作 因而加快了決策腳步 於是任命發動百萬人連署救淡水河的趙紹康任環保署長 沈世宏任水執保護處長 新一波淡水河核清重責被挑起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看到韓國 為了這個奧運那個時候他們整治漢漢整治滿成功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韓國可以把漢漢整治成功 為什麼台北不能把淡水河整治成功 那當然淡水河很複雜了 它的這個流域很長 大漢溪、基隆河、新電溪、淡水河等等 兩邊就六百萬人在兩邊 工廠、家庭、廢水其實都蠻多的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要淡水河要跨台北縣市甚至還有基隆市 桃園、桃園縣都在裡面 就非常的困難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就發起一個百萬人簽名 大家就淡水河 等於是喚起一些大家注意 這個淡水河整治的重要性 那當時的媒體 那麼也很重視這個議題 所以那個時候就成立了一個 中央就成立了一個小路 一方面潔流嘛 一方面 臺北縣衛工處也在做下水道 那一方面呢 在巴里 興建這個海洋放流管 又放流管把它接出去 在外海把它排放掉 跟海洋來稀釋等等 所以這就是 開始有淡水河整治的一個由來 當然 經過這麼多年 不停的努力了 今天才有一點點核清的現象 淡水河整治是很難的 那麼我們一開始就 請教非常多專家學者 國內外都有 他就告訴我們說 沒有30年核不會清的啦 那我們大家就想 我們每一個人會做30年的工作 做30年 但是呢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把它切開來做 怎麼叫做切開來做呢 我們先去看淡水的問題在哪裡 淡水河的污染 是四個最主要的來源 第一個最主要的來源 它是從這個家庭廢水來 因為很難想像 當時台灣全台灣的污水下水道 只有3% 幾乎就是沒有的意思 那3%的這個污水 所以大家家庭廢水 通通是灌到我們淡水河的河流裡面去 那當然這個河水不會乾淨 這個佔59%左右 水量佔59%左右 然後呢這個 當時的這個工業廢水啊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工廠了 當時台北市附近還非常多的工廠 甚至還有鋼鐵廠 那個廢水啊 也像工業廢水很多 整個整個量如果沒有去到大概30%左右 這第二項工業廢水 那第三個是畜牧廢水 你會想說台北市怎麼有畜牧啊 當時台北縣市養豬的人還是非常多 積壓那更不要說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垃圾 垃圾是分兩類啊 一個是在水上飄浮的垃圾 一個是放在垃圾廠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掩埋廠啊 也沒有什麼好的這個分化樓 最好的到地方就是到河裡面去 那順水就飄著 當時大家的觀念就是這樣 於是從污水下水道興建開始 至民國77年以前 逐步完成了台北近郊衛生下水道系統規劃 這也是淡水河恢復乾淨熔岩的第一步 民國77年1月 行政院會通過了淡水河掀起整治工程 預計兩年內完成淡水河不發臭的階段目標 淡水污染整治化的掀起工程有四個主要部分 第一個就是建設污水處理廠 以及相關的污水的主幹管跟次幹管系統 其次就是因為分支管網還沒建好之前 家庭污水還沒接到污水處理廠裡面 所以也普遍的建置所謂的節流站 所謂的節流站是把污水在流到河川之前 在雨水溝把污水節流起來 直接送到污水處理廠去來處理 來代替家戶的污水處理 第三個工程就是各種垃圾 能夠建設縫化路跟掩埋場 讓它不會任意棄置在河岸造成河川的污染 最後工程就是在我們水源的地帶 因為特別需要水質的清潔跟乾淨 所以在新電污來這個地方 也規劃他們的污水下水道系統優先來建設 淡水溝污染整治 最早是民國77年 行政院合訂 當時是檢六星署長任內的時候 就開始推動 那整個先期工程早年是以三個主軸來推動 第一個部分是要建設省市功能設施 因為整個大台北地區人口在淡水溝系 是超過了六百萬人口 那其中是以台北市跟台北縣委最多 人口是最多 所以為了消減生活污水對淡水溝的污染 所以污水下水道系統的建設 就列為先期工程最主要的推動項目 我也記得在過去一個河的兩岸 兩個城市都希望能夠一起攜手同心 把淡水河整治好 可是過去在台北市的那一端 節流站做了很多 台北縣對淡水河污染貢獻88%的區塊做得很少 我跟我的父親從民國69年他當選立委之後呢 其實我們一直在思考 這條髒亂的河川 跟我們平常老是經過大安系沿岸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些河川裡面有很多的垃圾 垃圾堆的跟山一樣的高 然後河水是臭的 是黑的 我還記得很清楚就是我自己當選 縣長之後有一天到三重 我跟三重市的那個李乾隆市長 兩個人在河岸邊辦了一個活動 我們走在那個河岸邊的時候覺得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那河還是黑的還是臭的 因為淡水河早年我們都把我家後院有一條河當作這個棄製物 棄製不當的東西把它當作垃圾廠 所以早年就是把這些廢棄物通通往河岸丟 所以淡水河限期工程在整治的時候就有宣誓說 這個廢棄物要讓它有去處 那廢棄物有去處原則上就規劃了要設置混亂 當時檢佑新署長全面推動焚化爐的政策 也連帶解決之後淡水河沿岸 十餘處垃圾掩埋場的衍生問題 垃圾是最難的 因為天天有垃圾 這個家家有垃圾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有地方給它倒 當時很多人的園埋場就是河嘛 你就河往那倒就是 所以這個時候就開始做 第一個做焚化了 所以我們當時就說 先把焚化做起來 然後還要再去找衛生園埋場 其實淡水沿岸 早年我評估大概 我記得總共有十號做垃圾場 十號做垃圾場 都是在高灘地行水區 所以對河川 它垃圾生殖水 對河川水質的影響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為了讓淡水河能夠和清 除了污水下水道系統的建設 把這個家電污水妥善處理以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要去推動的 就是廢區域的這個垃圾場的封閉跟千里 全世界最美的建築一定是在河的兩岸 可是我們呢 大家不願意在河旁邊住 因為太臭了喔 還有垃圾場 哎呀那個垃圾都放在河裡面 有時候他偷偷把垃圾這個 要推到河裡面 有時候就滲流水也流到河裡面去 反正就是整個淡水河變成個大臭水垢 台灣淡水河 雖然發了前前後後 將近三十五年的期間 去從一條好的這個河川的這個水 要慢慢惡化 惡化到最快的時候 所謂黑龍江 然後慢慢慢慢把它恢復 那麼當然這個過程 以前就淡水河 你可以看到這個在淡水河兩岸的這個垃圾堆 現在慢慢慢慢執劍的清除 歷經這麼多的努力 然而淡水河整治工程 一開始推動並不順暢 河水仍然污濁惡臭 河段溶氧量零 魚蝦大量死亡 死河已難以自盡了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淡水河系污染整治先期工程 正式系統連線終於啟動 淡水河系污染整治先期工程中 十九項基礎建設 已默默在我們生活四周萌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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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